有幾次在澳南或是卡比嗎? 這是我們五次 五次? 對 泰國的海島跟沙灘真的很美 但是來泰國一趟後發現 歐洲人怎麼會這麼多? 難道歐洲沒有海灘嗎? 歐洲的冬天真的是世界末日 沒有陽光就算了 北歐冬天還有雪暴 也難怪那些老兄想要冬天來東南亞了 那夏天去南歐的沙灘不就好了嗎? 俄羅斯的沙灘不就好 比起阿泰國的沙灘不就好 如果你走到西班、古羅斯、澳洲、激烈 每天天晚上都會出現 每個人都會出現 我們家裡來抓到每天天的沙灘 泰國的觀光客也超多的 這些歐洲人到底是去泰國哪些海灘啊 泰國的泰國也一樣 我們只是在這裡 我們是三分鐘的走路 到河海 是完美的 如果你看到這裡 它不是很濃烈 你沒有人在河海 你沒有太多的地方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很甜蜜 一個很甜蜜的感覺 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也有泰國 有些人,有些人 除了克比漢蘭塔島 普吉島北邊的烤拉 也有人不多的沙灘 沙灘旁邊也有很多飯店 一走出來很快就可以到沙灘了 這就是我欲望 這就是最好的 我相信這就是第一次的地方 在冬天的地方 對 泰國的海島跟沙灘 在歐洲人眼中簡直堪比完美 他們都大老遠跑過來了 我們再不去 這樣對得起天地良心嗎 拜拜